而境内火光冲天 布雷德利首线乌冬 埃及抛弃俄罗斯 为的是美式先进装备 普京终于坐不住了 无预警现身前线 美训机械化旅几时到位 何时春季大反攻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关注新冷战情势 我是宇童 下面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 昨天我们节目中 曾经提到了乌克兰 在扎波罗热的小规模反攻 随后拿下了五个村庄 接下来的4月18日 推特网友Tender 在网上发布了一个视频显示 俄罗斯境内的秋明州 某处燃起了大火 火焰剧烈 烟雾冲天 网友们纷纷调侃说 秋明州到底发生了什么 难道又是吸烟事故 引起的火灾吗 也有网友感叹说 最近俄罗斯火灾真不少啊 不会是做晚餐煎鸡蛋 失火了吧 没准是烤肉烤着了 吸烟之后千万不要乱丢烟地哦 据研判 很可能是乌军无人机 对俄罗斯境内发动的反击 毫无疑问 这提振了乌军的士气 最近乌克兰弹药供应有所改善 战场上逐渐获得优势 4月18日 推特网友Alex Chain发文说 乌克兰国家边防局局长德内科 在视察莱曼和巴特木特后说 俄罗斯雇佣军瓦格纳集团 基本已被消灭殆尽 迫使俄军投入精锐空降兵支持作战 网友Alex Chain表示 俄军在之前的战役中损失严重 老兵和军官大量阵亡 更换指挥官和补充新兵解决不了问题 即便是精锐的空降兵过来支援 也不能保持原来的攻击力 之前外泄的五角大厦机密文件 也有类似的推断 美军认为 俄军至少要用10年的时间 才能重建特种兵精锐的战力 与此同时 西方承诺的军援 在持续抵达乌克兰 推特网友Militarylane.net发文称 美国最近向乌克兰捐赠的 M2 Bradley步兵战车 已经喷上了乌军的迷彩色 开上了战场 斯洛伐克也把承诺的13架米格29 交给了乌克兰 这是1970年代 苏联设计的双发中型前线战斗机 北约代号支点 斯洛伐克国防部长纳德表示 这是米格29的转运 是透过陆路运输进行的 是非常重要和复杂的后勤行动 继波兰之后 斯洛伐克是第二个向乌克兰提供战机的国家 斯洛伐克3月17日就表示要提供乌克兰13架米格29 现在终于把战机交给了乌克兰人 华盛顿邮报报道 美国高级官员与埃及的3月份会谈之后 埃及决定暂停向俄罗斯秘密供应火箭弹的计划 转而为乌克兰生产火炮弹药 这是华游参考了本月早些时候泄露的5份美国情报文件进行的分析报道 上周一份文件揭露了埃及总统阿普杜勒法查赫赛西 在2月份提出的一项秘密计划 该计划涉及埃及想为俄罗斯提供多达4万枚122毫米的SAK-45火箭弹 用于俄罗斯的多管火箭系统 这项计划完全是埃及和俄罗斯之间的秘密 但是大量材料中发现的新闻档显示 赛西在3月初放弃了向莫斯科供货的计划 埃及虽然与俄罗斯有着长期的外交和军事关系 但几十年来一直是美国在中东的主要盟友 每年从美国获得超过1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 华盛顿正试图为基辅与俄罗斯的战斗 争取新的支持者和急需的弹药 文件显示埃及推辞了和莫斯科的协议 转而批准向美国出售152毫米和155毫米炮弹 转运给乌克兰 文件还披露 埃及打算用为乌克兰生产武器这件事情 作为获得美国先进军事产品的筹码 最近几周在社交网络上公布了大量美国情报文件 对此 美国司法部已对泄露事件展开调查 调查可能要持续数月 俄罗斯总统普京传突然参与赫尔松的军事指挥会议 继3月19日大动作现身马利波后 4月18日普京在无预警的情况下 首次出席了在赫尔松前线的地涅伯和集团军的指挥会议 根据俄国官媒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 普京特别询问第一线部队指挥官 对特别军事行动局势的看法 但没有提及高阶将领说了什么 也没有报道普京的任何才事 报道指出 普京视察赫尔松和卢干斯克的行程 没有提前预告 前线军官在没有事先准备的状况下 向普京汇报了赫尔松和扎波罗热地区的局势 报道把普京塑造成了聆听者的形象 普京说 不想打扰大家履行职责 因此我们的会议很短 但要具体 听取大家对局势发展的意见 交换看法对我来说很重要 前几天外泄的美国情报中称 普京正在接受癌症治疗 俄国高级将领有意故意输掉战争 并直指俄罗斯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 帕特鲁舍夫 与参谋总长格拉西莫夫 正是计划输掉战争的幕后主使者 普京此番无预警露面 似有刻意宣传自己人大权在握的意味 虽然俄方还透过官媒 释出搭机到访画面 但外媒仍质疑影片的真实性 都说乌克兰会在春天发动大反攻 那么到底基辅的反攻 会在什么时候发起呢 近日乌克兰战场军事情报 从美国国防部外泄 乌克兰面临麻烦的内幕披露了出来 弹药库存是关键问题之一 打仗炮弹和导弹的消耗量非常巨大 去年的战场高峰期 俄罗斯一天要打掉7到8万发炮弹 乌克兰也要每天消耗上万发 按照乌克兰目前的消耗量 前线每天至少需要5000多枚炮弹 一年需要近180万发 好在美国、欧盟和韩国 这三家所能提供的炮弹数量 据称在一年内能达到200万发 基本覆盖乌克兰的需求 在海马斯弹药方面 据3月1日泄露的美国情报 在7个月的时间里 乌克兰用掉了9584枚精确制导火箭弹 平均每天50枚 不过现在乌克兰只有278枚的库存 因此乌克兰在2月底之后 很少使用海马斯进行打击 每天只能使用13枚 也难怪进入2023年 美国国防部的军事援助 几乎都是10亿美元 几十亿美元的海马斯弹药供应 目前还不知道美国陆军 到底还有多少库存 只是知道2022年11月份 美国陆军给了 洛克希德马丁 5亿美元的合同 也只能生产5000枚 洛马公司的生产线 一年也就生产9000多枚 仅仅够乌克兰半年的消耗 好在洛马公司今年表示 未来精确制导火箭弹的年产量 将提高到1.2到1.4万枚 但是目前还真的不知道 乌克兰是否有足够的弹药 供海马斯参与大反攻 另外一个关键因素 就是西方援助的装备 和北约培训的乌克兰部队的准备情况 毫无疑问 这些对乌克兰的反攻至关重要 根据这次军事泄密的时间表 美国以及北约盟国 在为乌克兰培训9个机械化步兵师 完训时间是5月初 如果一切顺利 这些部队部署到乌克兰 进入战斗状态 最快也要等到5月下旬 因此这里可以得出一个很初步的结论 乌克兰最早也只能在5月下旬 具备对俄罗斯发动反攻的条件 因此还请大家稍安勿躁 可以关注全球其他地缘政治军事热点地区 比如中东、非洲或者是远东地区 以上是今天的新冷战情室节目 如果您喜欢这个节目 请帮助我们点赞转发 如果您是新来的朋友 请点击订阅按钮并打开小铃铛 这样您就不会错过我们最新的节目了 感谢您的支持 再会